總共有16公尺長 其實真的有一點難度 現在其實還沒有完全完工 但是我覺得已經很美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沃欣 今天我們坐在地上來開場 有沒有看到背景 群山環繞 我整個被大自然包圍 這邊是高雄六龜的陸幽幽營區 來邀請我幫他們的泳池圍牆邊畫牆 這一次試做的面積 它其實不大 它主要是很長 總共有16公尺長 是不是 不愧是六龜 連一個公尺數都有個六 好吧 沒什麼關係 總之呢 這邊真的很漂亮 然後因為我大概會在這邊試做個四五天 那老闆他們也招待我在這裡 體驗一下旁邊的蒙古包 就是以一個邊工作邊度假的心態來完成它 慢慢的做 只要不下雨都好 開始畫圖 GO 現在第一個部分我已經畫好 那些稿還有背景的星空的藍色都上下去了 再來我把它分第二段 是我最喜歡的部分 然後呢業主他們也有安排我會住在這裡 現在呢我們要先來工作啊 不可以顧著享受 總是要工作的嘛 沒有工作怎麼生活 我一直都有一個住在山洞的夢 就是不要跟任何人接觸 然後也不要有網路 但是最好有水電 好啦所以這算是我夢想的生活吧 只是現在年輕不能太享受不能過太爽 這一次畫的面啊 其實真的有一點難度 而且它其實旁邊還有一個收進去的角 有一點點直角 所以呢這樣子構圖會很容易變形 但是我要克服這個困難 怎麼克服呢 嗯畫了就知道啦 畫了就知道要怎麼變 好啦我們開始畫圖 畫星空呢 剛開始看起來都會有點慘烈啊 但這只是第一步 而且你現在可以看到我用的這個噴頭啊 它是不是可以噴出這種一滴滴的 其實這種東西啊 蠻不可控制的 你只能就是有那個運氣 有碰到這顆堵塞的噴頭 畫的話呢就是一開始 比較大膽的下去 後面整理的過程 才是你完善畫面的關鍵 所以大膽化 要享受過程 就先冷面 就好 形容呀 篡 因為這裏是露營營區嘛 所以剛好露幽幽的老闆就提供我這個很厲害的烤肉架 然後剛好我姐也來找我 給大家看看 我真的超久沒有露營了 然後也很久沒有烤肉 我上一次露營大概是 國中二年級 不是那統軍客都會要大家一起去外面住個三天兩夜 然後要跳舞之類的 它現在其實還沒有完全完工 但是我覺得已經很美了 給大家看看 露幽幽他們這個營地啊 因為大家一定會烤肉嘛 所以它有超級多個水草 就很方便 因為我記得我國中去露營的時候 然後洗個東西都要跑超級遠 然後它現在到處都有水草 它的帳篷後面也都各有一個水草 所以完全不會不方便 我們下一個時間 現在是第五天的下午四點 我畫完了 終於一長條十六公尺耶 而且它要是斜斜的面 斜斜的面呢 我覺得比較麻煩的點就是 我的噴漆啊 平常在這樣一個立面 噴的時候很好使力嘛 那今天變成斜斜的面 就變成我要花更多力氣按噴頭 因為好像噴漆斜斜的用就噴不太出來 不過還是順利完成啦 所以這些都小事小事不重要 然後呢這裡是六龜的陸幽幽影區 在我上這支影片的時候 這邊應該已經開放一陣子了 我這次噴的牆呢 它是一個泳池的邊緣 算是一個圍牆 那非常適合帶小朋友來這邊 玩玩水啊 然後清淨一下大自然 而且營區內還有兔子啊 非常可愛的小兔兔 他們就這樣自由的在這裡奔跑 作品最後的完成畫面 就繼續往下看 我塑星大家下支影片見 好 掰掰 先秀一下我這幾天 賽出了色差 厲害吧 我的賀都變成 一半咖啡一半白了 其實錄影的不只有我們 還有他 他已經在這邊待了很久了 看這個無辜的眼神 要我怎麼不給你肉肉吃